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跟榴莲聊天 真是时间过得好快 我觉得我们每次 女生碰到女生 然后就会聊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就会忘记这样子 那刚刚榴莲有讲到说 因为她的缘故 然后影响到了她两个同事 然后也分别完成了她们的出马 我觉得这个东西 现在的榴莲 她给我感觉就是那种 还蛮充满自信的 所以好像跑马拉松 对你的人生 其实是有一些 不一样的改变对不对 对 我觉得人生当中 她有很多很多的困境 就说不管在工作上 或者是生活上 你可能会遭遇到 很多很多的困境 我相信说 每个人可能有 每个人疏解的方式 那可是我觉得说 慢跑它是一个很好 就是等于是一个 很好的疏解压力的方式 可是有时候人总是会偷懒 我觉得我 如果我今天 我没有跑马拉松的时候 我可能也会给自己一些理由 借口 然后就没有去跑步 这样子 所以我随时可以找出 一百个借口 没有跑步 对 因为我们太多太多的借口了 所以我觉得说 我虽然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很认真的人 可是我如果没有马拉松 这个目标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 也会偷懒 所以我觉得说马拉松是 基本上它是一个目标 然后你藉由马拉松 然后去影响你 去改变你的生活作息 以后你就可以朝着这个目标 去那个 对 所以它对你其实是说 除了让你找回一些自信之外 然后对你的身体上面啊 你觉得跑步 然后甚至跑马拉松之后 然后对你有造成什么样子的 最直接的 应该算是受益吧 我觉得可能我们女孩子 我算女人 女孩子没关系 女生 好我们还是要讲女生 我们女生最在乎的可能 身材嘛 那我觉得说我 我开始跑马拉松以后 我觉得说体重上 也许没有很明显的下降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说 对 就是说自己感觉说 我很多衣服都 以前的旧衣服 很漂亮 然后又舍不得穿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你可以拿出来穿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觉得说 当然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记得是在 两年前去做那个 健康检查的时候 我的体脂肪是超过的 那时候等于是 医生还有提醒我说 你应该要多运动啊 什么什么 可是等到我跑马拉松过后 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我的体脂肪已经降到 标准之以内 然后医生就说 你要保持很好 这样子 对 其实刚刚留言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 都有一个减肥的迷思 然后就说 执着在那个数字上面 其实真真真正 你其实不是应该 看那个数字 应该是 真正是你体脂肪 或者是说你的线条 然后如果说 假设你的体重掉很多 可是你整个人 是夸夸的 我觉得那东西 是不漂亮的 可跑步有一个 很大的特质 真的会让人的线条 变得比较漂亮 对 而且我觉得 这个过程当中 以阿龙来讲 像她的 她去健康检查 有没有 几乎也是都是 那个 就是几乎没有什么 红字 所以我们流年很焦的 说我们阿龙 现在看起来像几岁啊 阿龙是因为 她的白头发吧 所以 她是没有办法 遮盖她的年龄 可是她的身材 跟她的体型 我记得你有在文章里面写说 我虽然还没有 像阿龙那个样子 可是你再继续跑下去 你就可以了 对 因为她事实上 如果以她的身材 现在的身材来讲的话 真的是恢复到 20岁那种年轻的身材 背后看的话 你会 如果她戴帽子 看不到她的白头发的话 你可能会说 欸 笑脸耶 等到她前面的时候 原来是个老头子 我们流年真是可爱 讲到阿龙 真的是 那个眉啊 眼睛啊 嘴巴全身都在笑 真是 你连头发都在笑 对啊 那我就在想说 那你这样子跑步啊 除了 刚刚我们有在聊到一个问题 我就说 像你早上跑 那你其实还要上班 那其实跑完是 整个精神是很好 是不是 就不会造成说 你那么早起 然后其实会有疲倦 不会啊 我觉得 我觉得事实上 如果你真正去体验 那种跑完 然后又大量流汗 以后回家洗个澡 真的你一整天 那个上班很有精神 我觉得说 就像我刚才讲的说 这是一个很好疏解压力的方式 所以等 像如果你没有跑步的话 你上班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可是你跑完以后 那个精神很舒畅的时候 你就算上班的时候 你碰到再大压力 我觉得都可以承受的过去 这样子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你其实非常非常鼓励人家 就是说 其实也来变成这个 跑马拉松的一族 对不对 对 而且我发现你 哇 速度很快 才跑了一场白河马之后 然后就一场接一场 然后才多久时间 你也是 虽然你不是那种 你不是像有些人是 收场马术 你其实是 还是有筛选 可是你也跑了八场马拉松了 对 他是越跑越开心 都不会怕什么 应该是这么说 我当时跑完白河马以后 给自己的规划 就是说 差不多一个月跑一场 对 那第一场跟第二场中间 本来是 本来是没有蒙甲马的 就等于说 我第二场规划 本来应该就是到那个 那个 恒春 恒春机场 因为当时 对我记得你是想要那场 跑你的第二马 对对对 因为恒春机场 你会觉得很特别 我觉得我可能 在机场跑道 跑步马 对对对对 我觉得当时我可能 就像白河马我会想去跑 是因为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恒春机场马也是因为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我会想要去跑 所以本来规划是那个是第二场马 那没想到中间就杀出一个蒙甲 可是也是 你蒙甲马的报名过程好像很戏剧性 对对对 对啊 也是这样子就被 被坏朋友陷害 对对对对 但是坏朋友其实都是最棒的好朋友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跑马界说的坏朋友 我觉得我的坏朋友不够多 所以 所以 榴莲你在讲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我感觉你的跑马 其实你是有挑的 然后你这个人 感觉你就是很浪漫 然后你就会每一场马拉松 比如说白河是因为连 然后机场就 哇 机场马拉松很特别 然后那个什么胡伟是不是 对胡伟 那个对你也有特殊的意义 然后给自己一个月一场马拉松 这个好像蛮重要的 对 我觉得说 尤其像我们并不是跑得很快 然后我们也不是说 我是觉得以健康为主 就是说我们既然 要开始跑马拉松 那我还是规划 就是说一个月跑一场 让自己有比较充分的准备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你讲到了我的 集中了我的心事 为什么 我们上一集的来宾 老猫也在跟我讲说 我跟他讨论 我决定 因为我本来很心动 想要报那个赫万山马拉松 后来有位老马大哥 跟我分析完了说 小鱼 如果星光马拉松的难度指数 是1.5的话 那我觉得 你们家的 那个叫什么 变态樱花马拉松 已经很难了吧 他说那个难度指数 大概是5到6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赫万山马拉松的难度指数 是9 我听了之后 我心里面想 哇 这几乎要破表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打笑这个念头 可是打笑这个念头 以后怎么办呢 因为我从7月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跑马 所以我整个人就很怠惰 非常的怠惰 那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像榴莲一样 你给自己一个月有一场 上一集的老猫也是在告诉我说 小鱼那要不要一个月一场 可是我觉得我少了那个动力也怎么办 要不要给我一些建议 给我们这种怠惰人一点建议 我觉得人生就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目标 我刚才也有讲 对 我觉得说 如果以真正来讲的话 像 我不晓得你的生活作息是什么 还是说 你有什么可以 改变 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什么的动力 那我觉得 以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 可能是之前我的工作压力 给我 带给我的压力 我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疏解 原来也是因为这样 对 那我就觉得说 你可能要找出一个 吸引你 或者是你的动力的方向 对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你在那一个月一场马拉松里面 其实你也得到了蛮多 每一场 我看 因为榴莲 每一场都有写很长的文章 然后呢 它很有趣 都还会有一些 前面都会有一些心得 然后都是 你看了什么文章 然后你因为什么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 刚刚有在聊 你说其实 泡马拉松 真的就是跟人生非常的像 对 那我印象中很深刻是 榴莲在 跑者广场上面 然后因为 他第一篇写了 连的心事 就让好多人 我看了那个时候 我心也是揪着 那个眼泛泪光 后面 他又更写了一个 生命中最爱的男孩 哇 那个上中下续集 我看那个真的是 连男 我相信很多男人 也看了都会想要掉眼泪 那榴莲那一篇文章 写完之后 写了一些话 让我印象很深刻 你说你透过了 跑马拉松 还有你透过了 这样文字 然后你因为 讲出来之后 从此 你在身上 一直绑在 放在你心里头的 那个可能很多年 那个巨大的伤痛 你终于把它放下了 对 你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吗 最主要是我觉得说 因为你在跑马 就是练跑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是跑比较长距离 10公里以上的 在独自练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说可能你会想很多事情 有些这种很深层 那些很深层的东西 你不见得会想要想它 可是因为 譬如说你跑的过程当中 很艰辛的时候 你会告诉自己说 我人生当中艰辛的过程 我都尝过了 这个算什么 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那种内心深层的痛 它就会出来 那一出来的时候 莫名其妙你就会掉泪 所以你以前 自己在练跑的时候 常常边跑边偷哭 对不对 对 那我就觉得说 可能是以前 我自己本身就蛮喜欢 看一些心理方面的书籍 然后我自己 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 我一直在做 我自我辅导的动作 所以就是说 不管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我都一直在做 自我辅导的方式 来开拓我自己的人生 心胸这部分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挣扎说 我要不要把这样的事情 抒发抒解 那我觉得 跑者广场是一个很好的 让我抒发的机会 尤其在 我连的新事发表之后 我觉得说 那时候也 也多多少少 给我一点抒发的 一个管道 那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把我 生命中最爱的 这个男孩 对 他给我的一些 那个 我觉得一个小孩子 他事实上在 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 无形当中 就是带动我们 也在成长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如果也可以把以前的伤痛 做一个管道的抒发 尤其像以前 我看过一些文章是说 可以透过正向的 或者一些 念力 或者是什么 类似这样的一个 一个表达方式 我相信我只要把它 抒发出去 的时候 尤其是透过 跑者广场 因为如果你是单独 对某个人的话 我觉得那种是负能量 对那个人不好 那我觉得跑者广场 它是很广大的 接收到的人也很广大 然后都是以跑者为主 对 那跑者广场的 接收到的大 因为你的负能量 出去的时候 事实上接收到的人很多 所以那负能量 到每个人的时候 就已经变很小了 可是每个人很小 然后每个人又给我 多多少少的回馈的时候 这种就掩盖掉 我原来的那种 我觉得是 这是我自己的 对这方面的 所以我记得 就是在我发表过 那篇文章以后 我真的在 独自练跑的过程当中 就算 没有在哭了 真的 真的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 就是 我觉得真的就是 疏解掉了 所以就等于说 几乎你是透过 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除了跑步之外 然后你非常非常勇敢的 然后把 我想你 就是你是个 很浪漫的人 然后你又很喜欢阅读 所以你很勇敢的 把这些东西 你把它写下来 对 我知道上面有人回应说 说别人的故事很容易 那可能用讲 可是你要把它 输注于文字 然后你又要这样子 赤裸裸的去面对 自己的过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难得 然后真的是 要无比的勇气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哇留言好勇敢 我记得当时 我看到 我也是因为 你还记不记得 我给你留什么眼 我说我根本就是很久 没有在跑走广场上面 我几乎都没有出现 可是我看到他的文章 我就会开始有那个感觉 我就一定要 非得要浮出水面 然后来这样子写写 说说 那我看到你那个 生命中最爱的男孩 这个 好像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 透过跑步 透过文字 透过你整个勇敢 你对自己进行了一场 很深沉的一个 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用说 开刀解剖 因为你说 你也一直在自我疗伤 这样子 对 所以这也是 跑步带给你的一种 最大的益处 最大的益处 而且我觉得说 事实上像我们接触 那么多跑友 我觉得 我们也 多多少少 很多跑友 好像私底下 我觉得他们 也有一些是什么 忧郁症的啦 或是什么 对 有有有 对 那我就觉得说 事实上 这个在抒发心境来讲 跑步真的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管道 就是说你透过跑步 可以抒发你 内心当中一种 那个 尤其 你只有练跑 还没有办法 完全达到那种效果 我觉得跑马拉松 因为他是要挑战 42.195 所以这样的长距离 就像 我曾经在 之前 就是 喷去年 小莲 她在 对 她在她的练跑日志 事实上有写过一段 跟工作有关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她好像也写到 我们的心声 那我就会觉得说 呃 我们跑者 就是跑者 事实上有很多 相同的那种心声 都可以是透过 跑步这样的事情 甚至跑马拉松 这样的事情 你想想看 你要什么样的心境 你可以去 那个 就是透过那么长 对不对 那么长的那个 艰难的困境 你都可以把它 克服掉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呃 真正来讲 我觉得说 你人生当中 有什么困境 不管是什么困境 你只要去跑过马拉松 你会觉得说 释怀 你可以放下很多的东西 你会认为说 那些困境 好像没有什么了 我们留恋的故事 其实非常的精彩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还有更精彩的 要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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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